哈喽大家好 我是魔术飞哥 今天带来一个这个魔术啊 非常非常的神奇啊 我们首先呢可以看到桌面上 有三个戒指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戒指 没有问题 我放在这个木棒里面啊 没有任何的缺口啊 接下来呢 我要让这个戒指呢 直接在这个木棍中间穿越进去啊 是不是听起来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只要三二一 现在吹一下呢 慢慢摩擦一下 接下来呢 来挑战不可思议 挑战不可能 我们来再尝试挑战一下 第二枚戒指 再轻轻的吹一下 吹一下在中间摩擦一下 分子就会打散 慢慢摩擦一下呢 戒指会慢慢发生一个融化 融变 321 5 没发现 完完全全的这一个戒指呢 也穿入到了这一个 有没有看到 穿入了这个铁棍里面 三个戒指 那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进行这个魔术的揭秘时刻 其实变这个魔术啊 三个戒指啊 这两个戒指是磁铁的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这个其中一个戒指啊 是有一个小小的缺口 这戒指呢 我们近距离看一下 它是可以打开关闭的 我们把这个戒指放进来的时候 其实呢 是把它扣上啊 这时候就给观众中感觉两个戒指进去了 这时候呢 我们还是需要做一个相同的动作 把它打开之后 再把这枚戒指放进来 好 用手挡住 你可以用普通的戒指啊 都可以 把它放这边 扣住 轻的吹一下呢 我就会发现呢 戒指呢 完完全全的就穿进去了 三个戒指 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好玩 简单啊 这个魔术啊 好了 喜欢更多精彩魔术 记得转发给周围更多的朋友 我是魔术飞哥 记得关注我哦 拜拜